小艾夫 小艾夫 大家好 我是在今晚的小艾夫 今天小艾夫要带你们探店咯 这家店是位于清脉的东北方向 就是在繁栽的区域 其实离市中心也不是很远 开车的话可能就10分钟到15分钟左右吧 但是它在这样的一个小郊区的地方 然后有这样的一家很大自然的咖啡店 我觉得也是超级推荐给你们的咯 关键是它有这么大大的一些鱼 然后呢整个环境你们看就是半户外 这边就整个一排有点像日式的那种分井窗 全部都是大自然的 这种树呀 还有蕨类植物呀 因为在这个有水的地方嘛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这种绿绿的地方 然后有一些水声呀 腹部的声音呀 就感觉哇 整个感觉好舒服又好凉快哦 在这热热的季节 然后呢 闲聊至于你也不看这些锦铃们游来游去 很逍遥实在 我觉得这边的锦铃就有点像泰国人民吧 好像就感觉他们干活呀 做事情都是慢悠悠的 很享受他们当下的这种感觉 那这个咖啡店其实面积也不是很大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在户外 大好大 很大的院子哦 但是呢 他造园造的很好的地方 就是他做了很多的假的 这种石头小鹿呀 还有小溪呀 都在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村庄里面有这样的一块地方 我觉得还是很推荐给你们的哟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蚊子特别多 所以呀 你要带好就是防蚊叶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很多泰国人啊 他们就喜欢搭宿外 然后没有空调的地方 但是蚊子呢也不咬他们 哎这点很奇怪哦 后来呢我就问了他们 为什么泰国人就没有像我们中国人那么 招蚊子喜欢呢 原因你们知道吗 他们的皮比咱们厚 因为咱们的皮肤呀 中年可能不太晒太阳 有点白白的 感觉是不是就是有点苍白吧 但是 他们的皮肤中年是晒太阳嘛 所以蚊子呢 就喜欢盯着这种白白的这种皮肤 因为能看到很明显的血管 叮就砸下去了 所以呀 他们的皮肤呢 很难见到血管 自然泰国人就不招蚊子喜欢了 咱们 招咱们这种人的喜欢 哎呀所以呀 你们喜不喜欢 小F推荐的咖啡店呢 那稍后呢 我也会给大家推荐一下 在泰北去卖 比较好喝的一些豆子 因为最近呀 小F开始研究咖啡豆了 所以不仅仅带大家看美美的咖啡店 然后 泰北的阿拉比卡 也很有名哦 这些豆子 哦 希望你们多关注小F 小F会带你们看更多的有关于生活 然后在泰北这边 有意思的 制作完了视频哦 好肥的鱼呀 肥肥的鱼们 哇塞 你肯定已经有十岁了吧 在泰北呀 你们看上去土土的很乡村很大自然的地方 羊井犁的呀 基本上都是千万富豪以上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井犁的价格哟 看 这样一条鱼是 六十千哟 在这儿 是不是跟他们一模一样 哇 你们好贵哟 在泰国 天呐 好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边咯 希望你们喜欢小F的看电视频哦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我们下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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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声音